みなさんおはよう 今天呢 我們來開箱RS1的第一張正規專輯 今天要感謝由維樂克提供粉絲的開箱啦 大家可以在Shopee以及Google搜尋Well Music 微音樂以及維樂克找到他們 販售日本韓國西洋流行音樂唱片啊 周邊等等之外呢 在那邊購買的韓國專輯還會記錄榜單啊 最近因為疫情影響的關係 他們的證明工廠也收到了延誤啦 那實際出貨的周邊就以公告為主 他們也在努力為大家爭取更多周邊 這一次呢 維樂克也提供了我們一張專輯來舉辦抽獎啦 那想要獲得別忘了影片要看到最後 iZ1的第一張正規專輯Bloom Eyes分別有三種版本 iWaS、iAm以及iWell 之外呢還有這個 這個就是聽說現在韓國正流行的智能卡專輯啦 它結合了就是收藏以及一個線上收聽的概念 畢竟現在很多人家裡 是不是都沒有CD播放器了呢 雖然我有CD播放器 但我買了CD之後呢 其實還是很習慣就是大家會打開KKBus啊 或Spotify等 就直接線上收聽啊 那我們等一下就來看看這個到底裡面裝的是 這邊呢是在微音樂的蝦皮商店訂購就有機會獲得的周邊啦 那分別是小圓鏡以及壓克力杯墊 小圓鏡總共有12款個人以及1款全體的 壓克力杯墊的話呢 則是12款個人 那因為工上延誤的關係 Ryu只有拿到其中4款啦 那我們當然就是 看看看看看看這個 盛世美顏 我們就先把會員收起來 那其他的我們就抽獎抽大家吧 這一次購買專輯還有送限量海報啦 那Ryu必須要在這裡老實地承認 Ryu身為一個從節目開播看到結束 然後iZ1的每張專輯都有購買的粉絲 身為一位粉絲 我真的很臉盲很臉盲 我到現在呢我還分不太清楚耶娜跟YULI 那我們來看海報拿到的是誰啦第一張 喔是SAKURA 自從他染回黑髮之後 我還真的是有點認不太出來 下一張是醬 好是MINGJU 我們的青蛙MINGJU 下一張是醬 喔是團體了 這就是讓我很哭鬧的 中間是彩原沒有錯嘛 那到底我們畫面左邊的是耶娜呢 是YULI呢 還是右邊的畫面才是耶娜呢 其實不會臉盲的朋友留言告訴我 希望YULI和YULI的粉絲不會討厭我 好這回到的機會了 可以看到有MINGJU 我們現在對焦就只有對在MINGJU的臉上 就是我也是 然後藍色頭髮的是 月經 彩燕 隊長 恩菲 有抽到會員的朋友 歡迎你們可以跟我對換一下 不然我要抽獎要送大家了 現在是緊張刺激的時刻了 三個版本不就是代表 一個版本12張小卡 三個版本有36張小卡 不知道大家這次的小卡有沒有中自己的本命嗎 這樣害我也好想要把這張 會不會我的會員在這張裡面啊 我們 有東西掉出來了 有東西掉出來了 這這這這這這這 是MINGJU 可是感覺MINGJU好像滿好跟大家兌換的 你有喔有沒有想要兌換MINGJU的朋友呢 喔緊張刺激的時刻 我這次還完全沒有看大家的塗透 嘟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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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嘟 啊 我懂了 原來MINGJU是要在這盒子裡啦 再打開的時候呢就會像這樣 嚥嚥嚥射 他的這個設計真的很聰明 它可以讓你這樣立著 那你就可以放在桌邊啊或床邊 刺激了我們來看看 另外兩個版本 是Hidomi 還有一個機會 完了 完了 我又 我又 我覺得應該是Yana吧 是吧 各位我們剛看到這張叫做 Ice One卡 這一次的專輯我只能說 太會了 哇 它除了有Ice One卡以外 它裡面還有 小卡 四張 明信片 迷你卡 AIA卡 哇 還有 精美寫真 真的是太會了 我懂了 好 我們就把希望放在後面啦 哇 我現在真的超緊張的 到底能不能 中一下呢 而且這一次的寫真冊 這個跟以往一樣都是超後一本的 喔 我已經有東西掉出來了 喔 是誰 是誰 啊 是誰 我們最後再一起來看寫真冊 完了 你是 Yana還是Yuli 還是同一位啊 完蛋了 我真的 我認真的臉盲 好 下一張 這是Sakura嗎 不一樣的感覺 以及 Hidomi 我是蔡燕 這張就是AR卡了 AR卡 我們等一下可以來試一下 它的AR卡到底是什麼樣的感覺 這邊還有一張迷迷卡 會是誰呢 是采緣 後面有寫字耶 像這樣 采緣說 經過了漫長的等待 Kureko 還有 采緣來了 再來 這個是 IM版 第一個明星片人來看一下 這比開卡爆還可怕 我的天啊 太令人緊張了吧 我剛剛忍不住再回頭看了一下 采緣也太多了吧 看一下小卡 小 我的Hidomi好像也有一點多 我再繼續臉盲一下 根據我的印象 這是染髮前的Yujin嗎 我想了一下 我決定相信我自己 這應該是Yujin沒有錯吧 嗯 臉盲還要相信自己到底 好 那這一個是 喔 是是Nako Nako最近也加入了金髮行業 等一下 等一下 再認真的拿 Yana跟Yuri來看一下 我還是覺得 真是個適格的粉絲 我的AR卡是 原因 這個是 采緣 然後采緣也留了一段話 好來 請大家自行翻譯囉 最後一張才有機會 刺激了刺激了刺激了 刺激了 有沒有 有沒有 真的是有點難過 我的彩源真的 特別多啊 最後一個 小卡的機會了 這 這 結果 結果 是 長得跟會員有點像的 Mingy啦 Mingy的留言是說 就是從很久之前呢 就一直想要跟 Wiz One 就見面啦 沒想到 我們有這麼多這種的機會耶 有明信片 四張小卡 虛擬卡 迷你卡 迷你卡 好我們收拾一下心情 來看寫真色 結果 已在實況開卡的話呢 大概就是一種 飛到想要關台的狀態吧 好 我們還是要來看一笑 就美美的寫真色啦 我們就從 iwas開始 一種跟大家一起看書的感覺 中間人生視角 大家喜歡嗎 我們第一頁就從 Center 原因開始 接著我們來看的是 I M 剛剛如果說是一種 氣質小女孩的話呢 到了這一本 就變得比較有一種 成熟一點的 女王的氣息啊 最後則是 I will 我可以看一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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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看完了专题之后 我真的觉得太妃了 我我我我我 请容许我 拍了这一盒 我会把它用泡泡纸包得很好的 送给抽到奖品的人 我是不是不适合 我开箱爱足外冠继呢 知道问题出在哪了吗各位 偏偏又是我 不知道欸我觉得我今天隐约好像有点 好像吞得出来的感觉 这个应该是耶娜吧 啊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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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啊啊啊哦哦哦 就是这一盒就这一盒就这一盒 那这一盒我我还是收下吧 我們就送剛剛那一盒出去 彩原在這四盒中獎率很高 有金 有紙明珠 AL卡有紙明珠 再看一下 剛剛那是耶娜 這是YULI 我對不起他們的粉絲 差一點都忘記這張智能卡專輯啦 我們來看看裡面到底長怎樣 我們除了看到盒子的主持久之外呢 幫我遵送一張智能卡限定的明信片 嚇死我了 它一直這樣 它裡面有附像這樣的一張說明書 到Google Play或是iOS去下載它的程式之後呢 就可以把這張Album這樣專輯 download到你的手機裡面 然後再來就是它附贈的小卡 總共有24款 不怕抽不到 這如果再來一次裡面 只有一張兩張 真的是讓我頭很痛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這它是總共有兩套 然後共有24款 哇嗚 我們現在已經下載好它的App啦 要把它靠近 按一下 嗚 嗚 它就出現了一個connecting 喔 那我們就可以把專輯載下來 嗚 這樣這樣就可以進行播放了 然後也有教學 然後也有教學 重點是這個App是中文耶 以上就是今天的愛作丸專輯開箱分享啦 其實上一張專輯的時候 我就會一直很想要開箱分享大家 今天終於完成了這個目標 我們再次的感謝維樂克啦 嗨 那大家最期待的出獎 就請大家到Ryu的粉絲專頁幫Ryu按讚 追蹤之後呢 到指定的貼文按讚 並take一位你喜歡音樂的好朋友 那幫Ryu公開分享那篇貼文呢 你就可以有機會獲得愛作丸專輯 以及以下的周邊啦 如果大家夠踴躍的話 我也是願意忍痛 再割愛一張專輯出來 好啊 嗨 那以上就是希望大家會喜歡我們今天的影片 我們下一次的影片見 掰掰